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王聪 央视精彩剧集 让我为民导航 实现国富名强 看第一代石油工人的奋战 你们八千子弟兵的加入 给我们的石油队伍 增添了血液 增强了力量 我们一定会把平油国的一个帽子 扔到大海里去 我们中国平油的历史 这样就你们该写 我在剧中有一句台词 说钢铁是我们国家的骨骼 那么石油就是我们国家的血脉 新中国成立之后 对于开采到石油来说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建设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最最需要发展的时候 我们这些先驱者吧 一心扑到了石油的事业上 我说石油是共和国的物质血脉 那么这种无私奉献 与千古奋斗 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 就是我们的精神血脉 共和国血脉 共和国血脉的这部戏 大概讲的是以围绕 这些在石油战线上工作 奋斗并且为我国成功脱掉了 这个民优国帽子的先驱者 为原型塑造和编写了 一部史诗级的历史剧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们国家发现的第一口油田 叫郁门油田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口油田 叫克拉玛伊油田 大庆油田是至今以来 我们中国发现的最大的油田 因为整部戏都是实景拍摄 在戈壁滩上 在沙漠里 可能更多的不用你去塑造 或者是编造 你出现在那个现场 你出现在那样的环境里的时候 就会感动身受 你就能想到这些石油工人 他们是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虽然我们是演员 我们只是在去表演和塑造 当时的这些石油的工业的先驱者们 但真真正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整个剧组从导演开始 到演员 到摄像 到灯光 各个部门 其实大家都是在经历的这种 苦啊 大风沙 我觉得这些都已经不算什么了 就是我们拍完之后觉得 好苦好苦 但是当时的时候 大家觉得也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这个戏由于是市井拍摄呢 的确我们是疫情的剪刀 我们在忙忙的齐天山下 防风大作 我们在陕北高原 我们在零下二十五个大庆 所有这些啊 大家呢 没有人照顾 也没有人照顾 有一个信念在支出于大家 就是呢 我们在做一些既有意义 又有意义的事情 用我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站在英雄曾经 战斗过的地方 表现他们的模式 师傅啊 不要老想着竞赛的事儿 要静下心 沉住气 把这个的脚砸好 师傅 你放心吧 老师啊 你还身份病呢 快回休去吧 我没事 我呀 看看活浑身都出汗 小段病都没了 《共和国血脉》这部戏播出之后 我希望观众第一 能够了解到那个年代 那个大的环境 那个时代背景之下 我们的这个石油工人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他们是怎样为这个国家付出的 所以我觉得要向他们致敬 从角色本身来讲的话 我希望能够让观众 看完石新国这个角色 让大家心里面也有一种信念和信仰 最简单的来说就是 不要随随便便地说福音 艰苦的奋斗 终会收获丰硕的果实 我是王松 央视剧精彩 就在新推荐 在新推荐 很少选择 也不得到的 你也不得到的 我设计是不得到的